有时候我买了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有朋友问 你咋不给我一队 怎么就一个 你想想看 有那么完美的事情 我觉得玩老瓷器 玩这种老物件 一定要随缘 要有随缘的心态 静人士知天命 静人士就是你自己的知识 你自己的能力去把它提升 尽量去找到好东西 那找到之后呢 就听天命 是啥样就啥样 只要好物件 你说品相略微有点毛病 或者说有盖没盖的 这个都不是主要 大清光绪 这官窑啊 官窑买不起 我一看就官窑 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花卉 一个小盘子 可以的 有水 老龙可能又有可以的 好好好 我转着 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说买不起 买不起的意思 真买不起 因为那个东西对的话 我真买不起 官窑买不起 五大名窑买不起 但如果不对的话 我也不买 所以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尽量去讨你自己 接受范围内的东西 就是说你比如说 要一万块钱的东西 你就买踏踏实实 老货价位在一万以内的东西 你不要去看几十万的东西 几百万的东西 因为那种东西是没有那种机会 也没有你那个实力能够拿得下走 很多人真的是抱着那种简陋的 以一搏实的 以一搏百的心态去赌博式的买东西 完全不可取 然后百分之九成九都是会被套住 会被坑住 这里有一个这个民国的这种 里面画的金鱼福寿纹 外面是这种寿子纹的一个这种碗 画片有点不一样 但其实就是一样的风格 它只是开窗画了 但其实东西是一样的 来来包一下吧 这个上次我在武汉 那个家伙给我开多少 我给你们看看当时武汉是什么场景 然后你把那个拿过来看一下 那个锦盒里那个 正是晚清民国的 正是晚清民国的一个寿子碗吧 不是民国的 晚清民国的 底下是童子款 底下有点虫皮 童子粘质 它一般是寿子 一般外面写寿子的比较多 你这个是画了开窗的花卉 开窗的竹子 然后你看刚才给你们看了 武汉他装那个锦盒里面要我九千 简直就是土匪 土匪都不如 还说让人家百姓念你们好 就是一句话 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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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